女人刚一开门石头就瞬间变成液态 将它给吸了进去 随后又恢复了原状 女人却消失不见 这块石头已经被分纵了上万年 可以在固体和液体之间随意转变 没人知道它的原理 早在上世纪人们就开始研究 可每次当人靠近时就会被吸入 研究人员至今无法解开这个谜断 直到这次 小少为了找回女友决定已生事法 在打开封闭门后 他走了进去 可没想到石头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似乎注意忙着某种条件 石头才会发生反应 这也让小帅老去沉怒 不断地敲击到石块 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斗瓣赶了过来 他们立刻将小帅拉了出来 随后几人合力将门关了起来 然而诡异的是 石头突然变成了液体 在一方放滚后又恢复了原状 他们也庆幸小帅躲过一劫 突然 小帅发现身上竟然有SARS 来去化验得知 这既然是外星球的物质 也就意味着 石头应该是一道传送门 他们立刻找来了石关研究博士 寻找规律 在这块跟随石头一起发现的盐皮上 博士找到了线索 随后他们来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这里曾经是石块的实验室 在一方逃过后 他们启动了开放 紧急着一个洞穴出现了 而洞的尺寸正好和巨石吻合 他们立刻将巨石运了过来 准备放入洞穴开启传送之门 殊不知更离弃的事情也随之而来 随着设备的启动 巨石立刻变成了液体状 没一会儿就开始了快速震动 主编的设备也开始不出控制 小帅立刻射出闪光灯 想要看去座里面 可突然齿轮卡住 开关也被掰断 没一会儿 设备出现故障停了下来 下一秒石头就变回了固体状 他们的实验失败 就在这时 小帅又心生一计 随后他们将设备围成缺 准备利用硬品构正 再次向石头液态化 此时 一轮人导发妹开始发工 随着音波传递到洞穴 石头果然开始了液化 仅时机成熟 小帅直接跳了下去 随后他就淹没在了洞穴里 很快他就被传送到了沙漠中 强烈的煞尘炮让他睁不开眼睛 但他必须在一分钟之内 找到女友返回去 否则一段短发妹无法支撑 传送门将被永远关闭 这时 在步远处 他的女友小米发现了他 可由于分离太大 他俩根本无法抓牢 眼看动却快失去控制了 突然爆炸声响起 石头砸成了细碎 只剩下了一堆细沙 幸运的是 小帅并没有死 而且连同他的女友 也被转送了回来 他们真的成功